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他是成义同门,起点很高却不红,如今终于波云见日 杨子走后,欢瑞火速将其移出官网 如今的欢瑞官网,是以任嘉伦为首,成义,张雨昕紧随其后的状态 在老员工相继出走后,欢瑞能否留住任嘉伦这块金字招牌成了大众的焦点 毕竟以任嘉伦的出圈度,无需仰仗欢瑞亦能有所成绩 此前,还有网友转任嘉伦的妻子聂欢已悄悄成立工作室,不日将独立门户 许事意识到旗下一人青黄不接,欢瑞也在竭力培养他人 除了对诚意,张雨昕极力扶持,对旗下一众侯梦瑶 张瑞也动了重启之心,甚至连00后的杨希子都分到了一部女主剧 在这样的契机之下,这位男演员也终于波云见日,迎来了他的男主之作 这位演员便是诚意的同门赵文浩,他起点很高却出道11年仍不红 作为国内顶尖的导演,陈凯歌的每一部作品都备受 11年前他指导的古装电影《赵氏孤儿》亦是如此 该片改编自古典戏剧《赵氏孤儿》囊括了葛优、王学银、黄晓明、张峰逸等诸位影帝,可谓阵容强大 但当时初出茅庐的赵文浩却在剧中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赵孤 赵氏孤儿是赵文浩的入行之作,他的起点不可谓不高 赵氏孤儿中的展露头角,让赵文浩一举成名,得以在更多大片中露面 在刘亦菲、黎明主演的《鸿门宴》、刘德华主演的《诗姑》中都可见其身影 可惜这些作品中,他都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配角 赵氏孤儿打响了他的知名度,却未能成为他的在娱乐圈的通行证 之后他将重心从电影转移到电视剧,也曾在《古剑奇谈》、《秀丽江山之长歌行》中现身 但不起眼的角色让他看起来若有若无,未能掀起一点水花 兜兜转转多年,2018年,赵文浩终于签约到了欢瑞旗下,成为了诚意的同门 他的部作品便是张瑞主演的古装神话剧《风神之天启》 赵文浩扮演的是哪扎一角,算是不错的角色 可惜戏份有所增长,但这部剧却迟迟不播 此后,赵文浩又出演了《天机白蛇传》中的《小灰长安诺》中的肖承轩 同样戏份不多,让人没有记忆点 入圈11年,起点如此之高,但赵文浩却始终于走红无缘 有人说他出道级巅峰,有人说他资源不济,出演的都是打酱油的角色 不过近日,又一部古偶剧开机,男主便亲定了赵文浩 入圈多年首单男主,可谓波云见日,赵文浩能否大红呢? 赵文浩参演的古偶剧名位《吴家才女初长成》 他在剧中扮演男一号有着天下夫子的文臣义 该剧改编自漫画《天下才女》,讲述的是天下夫子文臣义 遇到尾天下才女成满意,两人达成白天师生,晚上夫妻的契约生活 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两人在阴谋中携手成长,风雨与共,力图改变天下 可见该剧不只有儿女情长,亦不乏家国情怀 虽是甜宠剧,也有一些小虐 从爆出的开机造型来看,男主和漫画中的契合度很高,不少网友也表示很满意 网剧虽不比大制作,但若表现优秀亦不乏出圈的可能 作为赵文浩的首部男主剧,不少粉丝都十分期待 其实赵文浩入圈多年,但也不过25岁,要想走红完全来得及 恰逢欢瑞一人青黄不接,再竭力培养新人 或许,赵冬浩可以借着这个气激活起来,你看好他吗?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